需求,我希望让老师输入资料 输入学生的成绩 然后不断输入成绩,输入完之后的话 当他已经输入完毕了,输入-1就表示离开程式 然后呢,我们需求是 把老师输入的成绩记录在串列里面 并且把这个串列列印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执行一下 请输入学生成绩 第一个成绩是98分 第二个成绩是87分 第三个是65分 第四个是54分 那我已经输入完了,我们这一班只有四个学生 那最后的话呢,我就离开,就是-1 所以当那个程式里面假设我输入的是-1的话 他就break掉了 OK,然后呢 我当然会希望说呢,我输入这么多成绩 请你帮我记下来 所以按enter 那最后输出成绩,他就放我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里面的话呢,就是放98分一直到54分的一个清单 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大 那你会发现呢 我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清单 所以哦,这一题的重点就是摆在第一个,如何建立一个串列 第一个当然要先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第二个的话呢,我要怎么样把我输入的成绩放到这个清单里面去 那当然呢,如果以同样的事情来说,你打开Excel其实很简单 如果要输入成绩的话,就很简单嘛,就直接输入到这边98分 Enter,然后再87分,有没有 他就直接输入上去了 而且是看得到的 可是在Python,因为他没有一个像Excel的环境 他没办法看到,所以他就提供给你一个叫串列的形态 那差别是说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是看不到的 就这样而已 OK 那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Python不弄个Excel 那你就用Excel就好了嘛,对不对 OK,所以他们主性是不同的啦 一个是商用软体啦,一个是自由软体 OK,当然呢,你如果看得到的还必须要付出代价 就是如果你支援量太大会跑不动 或者是跑得很慢 但是看不到的话,因为没有画面,不需要更新 所以这个当然都会有一些层次上的逻辑啦 你不能说,老师,为什么不就这样 有些时候其实是程式之间是会有一些差异点在的 或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我们输入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只是说呢,我们要怎么样建立这个清单在Python里面 第一个,这个程式怎么写 首先的话呢,重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大概就八行 第一个的话呢,如何建立一个空的字串 空的串列 那前面的话呢,我们要讲到 如果你要建一个空的串列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中瓜糊 这样就好,里面不要放东西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产生一个到Score 里面就会有一个空的串列 OK,那接下来如果我要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特别注意哦,因为它是一个空的串列 它就可以引用它一个方法 叫Append 这Append呢,实际上就是把资料放进去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就让使用者输入嘛 所以哦,我们一样哦,我需要用画一帽哦 画一帽哦,你就输入吧 请输入成绩,所以这边跳出来 那假如说我先输入什么 我先输入98分 有没有,输入这个,请输入成绩 那我就输入98 98就放在inscore里面 那因为呢,我要判断什么 它是不是负1 如果是负1就离开了 所以哦 如果inscore假如不等于负1的话 不等于负1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把这个98放到这个score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把98 有没有 这个串列 这个append 把98放进去的话 那score里面呢,就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98 第一个 那再来,哎,继续 所以它就跳回来,继续输入哦 第二个我又输入87分 所以呢,它就斗点,变87分 有没有,又就再放进append 再来就斗点65分 再来斗点54分 有没有意思类推了 最后中瓜糊结束嘛 那当我输入负1 哎,有没有等于负1啊 有了,OK,所以就break 那break之后的话 我就把这个清单给列印出来 所以score里面的话 就是这些东西 OK,当然如果一样啦 如果你要取得哪一个成绩的话 就是score中瓜糊 如果你要取得98分 就是中瓜糊0 就是抓到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1啦 好,意思类推 好,那当然呢 我如果希望帮我做几件事 哎,第一个 请你哦,不只是说输入完哦 请你告诉我 这里面有几个学生 哦,你总共输入几个学生 第二个 告诉我 这几个分数里面的总分是多少 总分不是加总嘛,对吧 全部加在 第三个呢,平均多少 四个人平均 平均多少 第五个呢 最高分 这里面最高分几分 最低分几分 如果我底下要做一些 这个简单的分析的话 那怎么做 OK,其实我刚刚讲了 几个人 LEN 有没有 那如果要加总 就SUM 有没有 瓜糊起来就可以 那平均的话呢 当然也只有里面有 那个Average 不过 Python里面没有Average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你就除以几个人不就好了 就平均了嘛 只是会有个问题 它有小数点 那小数点 你在用什么format 格式化一下 取到H小数点第二位 那最高分呢 就Mini 不,Max 那如果最低分就Mini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写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利用 这个所谓的串列 重点就是 以后如果你要建一个空的串列 就是什么 中瓜糊 然后如果你要放资料 就Append 把那个成绩放进来 大概重点在这边 如果你懂了这个方法 以后呢 你就可以从外部 有没有 比如说从资料库 假如拿一个资料 那你就建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呢 把这个资料 一个一个把它塞到 那个串列里面 再做后续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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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